我们希望可以接待大约1,000名对联署工作有兴趣的人士参加 今年联署的招聘体验日同样配合招聘计划同步推出 执行署现在正进行新一轮招聘 至7月12日公开接受联署执行署的调查主任和助理调查主任投考的申请 今年体验日中有9成的出席者已报名即场接受入职体能测试 我们觉得这个数字已经反映了参加者有志投考联署 我们预计大约会招聘30名调查主任和助理调查主任 今天体验日内容十分丰富 务求令到所有参加者都能加深对联署的认识 我们会有刚才的招聘讲座 也会有设施导赏 之后也有各种类型的模拟调查训练 第一个是我们的入职体能测试 参加我们今次体验日的所有人士里面 有9成都是报名参加我们的入职体能测试 一旦通过了这个体能测试 其实就会获得今年我们的招聘的体能要求 那我们的体能测试分开四件事 第一样就是手压力测试 接着就是一分钟的掌上压 一分钟的设置 以及15米的渐进式心币奴跑 参与者通过这个体能测试 就会了解到我们执行处的同事 最基本的体能要求 第二个项目就是我们的模拟的拘捕和搜查的行动 这个活动就是由我们的配奖人员去带领 我们的配奖人员就会和参与者讲解 我们联署的同事日常如何做这个拘捕和搜查 亦都会示范用这个伸縮棍 手扣和胡椒噴霧等等的调查用的工具 参加者透过我们的配奖人员的带领之下 是会尝试做这个拘捕和搜查 透过这个训练的环节 参加者就可以检视到自己个人的应变能力 和遇到困难去解决困难的难度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三角台 无疑回见疑犯 廉政公署是香港第一个执法部 用这个录影回见室去见疑犯 我们的同事会和参加者讲解 见疑犯的过程是怎样的 参加者就可以坐在我们这张很出名的三角台上 去请我们的疑犯喝咖啡 上年也有参加者跟我们讲 看下我们坐在三角台上见疑犯 看上去好像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其实一点也不容易 参加者会体验到 原来我们的执法人员去见人的时候 所感受到的压力 和我们的执法过程的间距 最后一样 是我们的VR 我们的调查情境训练系统 我们就称之为实战2 实战2这个系统是我们联署新引入的 用来做内部培训之用 参加者带上我们这个实战2的VR系统之后 就会置身一个真实的 执法调查的情境里面 就发生一个调查 面对着我们的不同的情境 不同的变迁 就会即时作出这个判断和反应 根据参加者所做的反应 我们VR的情境会有所更改 结局也是会不同的 参加者透过这个训练 就会体验到 原来一个调查员 是需要时刻保持警觉 也都需要用敏锐的分析力 判断力 去做一个灵活的变通 2018年我就加入了廉政公署 成为助理调查主任 经过三年的时间 我就晋升成为了一个调查主任 我个人就会认为 无论是语文的能力 对于社会的了解 对于时事的触觉 还是对于这个体能的锻炼 都好 其实他们都只不过是一些 基本的功夫 基本的准备 最重要的是一个考生 他可不可以展现到 他个人的一个反贪意志 和使命感 而他们也要具备 一个调查人员的触觉 更加重要的就是 他们要有一个勇于接受挑战的信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